这意味着什么?该诊断故障代码DTC是通用的动力总乘代码,这意味着它适用于配备OBDR的车辆,包括但不限于福特、稻奇、丰田、大众、本田、雪佛兰、现代、奥迪、AC哥等。 曲轴位置传感器CKP和突轮轴位置传感器CMP协调工作,以控制火花、燃料的输送和证实。它们都由磁组环或音调环组成,磁环穿过磁传感器,磁传感器产生电压,只是位置。 曲轴传感器是主点火系统的一部分,并充当触发器。它检测曲轴寄电器的位置,该信息传递到PCM或点火模块,取决于车辆上,以控制火花证实。 突轮轴位置传感器检测突轮轴的位置,并将信息中寄到PCM。PCM使用CMP信号来识别喷射器序列的开始。证实皮带或链条将这两个轴及其传感器连接在一起。 突轮和曲柄应精确地定时在一起。如果PCM检测到曲柄和突轮信号超出指定的度数,则将设置该DTC。 气缸组二是包含Number1气缸的发动机侧,并传感器很可能是排气突轮轴侧。 请注意,在某些型号上,将此DTC与P0008、P0009、P0016、P0017和P0018结合使用并不罕见。 如果您拥有通用汽车,并且具有多个DTC,请检查可能适用于您的发动机的服务公告。 症状P0019的症状可能包括或可能包括,故障指示灯,没有点亮发动机可能正在运转但性能降低。 发动机可能会取柄但无法启动。 发动机可能在斜拨平衡器附近发出嘎嘎声,表明阴环已损坏发动机可能会启动并运行,但性能很差。 原因可能包括,正式链条张紧,或正式皮带由于磨损而跳齿同步皮带。 链条未对准驱轴上的阴环滑,损坏突轮轴上的阴环滑,损坏取柄传感器不良突轮不良传感器取柄,突轮传感器的接线损坏同步带。 链条张紧器损坏驱轴平衡器扭矩不正确发动机构造错误或时机错误驱轴平衡器螺栓松动或丢失CMP执行器电磁法卡在打开位置CMP执行器卡在其他位置零度可能的解决方案。 如果您的车辆足够新并且仍然具有动力总成保修,请让经销商进行维修。 首先,目视检查突轮和取柄传感器及其线数是否损坏。 如果发现电线断裂、磨损,请修理并重新检查。 如果您可以访问试拨器,请检查突轮和取柄样式。 如果缺少图案,则怀疑传感器损坏或阴环打滑。 卸下突轮齿轮和曲轴斜拨平衡器,然后检查阴环是否正确对准,并确保它们没有松动或损坏,或者没有剪断对准它们的键。 如果安装正确,请更换传感器。 如果信号显示正常,则检查定时链,皮带是否正确对准。 如果未对齐,请检查张紧气是否损坏,该张紧气可能使链条,皮带滑动一个尺或几尺。 还要检查皮带,链条是否未拉伸。 维修并重新检查。 如果您需要特定于车辆的信息,请查阅工厂服务维修手册。 请查阅工厂服务维修并重新检查。 感谢观看